新竹縣最近舉辦國中小新舊校長交接典禮 37位新上任的校長們平均年齡47歲左右 典禮上縣長特別期盼校長們 莫忘初衷保持教育的熱情 並且強化偏鄉教育縮小城鄉差距 所以我也希望以現在所接任的校長 再到一個地方去要認識他的環境 要各方面能夠珍惜現有資源的特色 讓特色能夠發揚廣大 因為新竹縣政府可以說是在我六年來 教育的經費可以說是成長了44%多 所以期末今天的交接典禮 每個校長充滿了企圖心 充滿了各方面的那種期望 讓他們可以說是在新的學校里面一樣 能夠去校務的推動 能夠更加的順利 總共有37位校長的一個新就任的一個交接 那這一次呢我們變動幅度大概在三分之一左右 其實我們這一次呢也希望藉由這個交接典禮 來跟校長們宣打一些重要的一個政策 尤其是我們縣內這一次有很多是偏鄉的學校 我們也希望說他們能夠在未來在學校 進入到學校以後 能夠對於學校的一個新的一個規劃 能夠重新去做一個檢視 甚至於是配合我們縣府的一個政策 能夠把資源爭取到我們偏鄉這邊來 那我們縣政府這邊也會積極的向外界 做一個支援的一個爭取 讓我們學校的一個發展 能夠一個比較有平均的一個發展 今年最年輕的校長是年僅38歲 新埔國中行任校長吳秉睿 擅長輔導學生的吳校長 特別期望帶給學生們更好的教育品質 新埔國中人文會萃 而且它有優良的一個歷史 我想我未來我會盡全力 好好地經營好學校跟辦好教育 也希望說能夠去帶領我們學校的一個行政 跟教學團隊夥伴們 來協助我們新埔國中的孩子們 他去進行一些相關的視性學習 探索成長來培養他們解決問題 還有一些生涯抉擇的能力 這次的交接典禮也歡送五位退休校長 感謝這群數十年如一日栽培無數在地優秀人才的教育界前輩 而新任校長上任之後 也即將帶來許多嶄新的教育新面貌 台坡新竹城洛宜紅採訪報導 好